我的名字是劉卯直 我是陸君 青年君2080地球团 37年的時候 山東只剩下 濟南、青島、葵維香這三個地方 那個時候這個地方非常不安定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等於是家庭已經被公費占了 那個時候我們是等於是旅王學生 家庭不及不上的 所以在那年正好呢 這個37年春天呢 青年君呢在危險招生 當時呢 那個海報上面 注明從軍一年半以後 可以復原 復原以後呢可以公費繼續做書 當時我們想呢 從軍一年半以後我們再繼續讀書嘛 所以我就在37年4月5號 我就去報名 報名完了以後啊 當天呢回不了學校了 因為那我是戒嚴 戒嚴很 時間很早 報名的那天 我就住在報名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 火焰醒來然後打彈 然後招生的人員呢感到很空慌的 馬上集合 所有住在報名的地方的人 全部呢集合到飛機場 當天下午呢大概死 三點鐘的樣子 我們坐飛機呢到青島 那個時候叫青年之家 到青島以後 我們當天就編隊 第二天就成了青年兵了 青島車隊以前的時候 老百姓燒的都沒有啊 所以老百姓很多呢 就到海邊塞那個煤炸來燒的 他又聽到那個火車站 早期的火車是燒煤的 燒過煤以後啊 煤炭的煤炸都鋪在那個車站裡邊 底下都是煤炸的 很多人就往那煤炸來燒啊 哭的生活已經過了很久了 所以到了部隊的人 也沒有感覺這麼哭 到部隊就像流亡小聲一樣的 最近現在有反車 我那個戰役地呢是在山上 那個炮呢打不到山上來 我這邊的炮呢正好 因為我這邊要高 打到對方去了 在當時那個派對炮呢 是我們部隊裡邊最大的炮的 對方有山炮 平時的話呢 打高了就飛到山後邊去了 打近了就碰到山上了 所以我當時呢 我戰役地說是很安全的地方 就是補給很困難 從台灣補給東西去 你不管是吃的用的 這個部隊的裝備 補給都 補給錢太長了 那我說我們部隊雖然很苦 但是士氣很高 那我說大家都很年輕啊 士氣很高 就是因為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每個人看我們台灣的部隊啊 士氣很好 所以後來呢到了民國四十年呢 美元又來了 沒原來以後 那我們的生活呢 就改善不少 我從今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不知道了 因為我最後一次 我父親呢 到城裡去看我 我父親的事兒 就給我講一句話 你好 讀書 都說回家做個老師就好了 所以做老師的事 就也沒實現 結果等了一輩子病 你為什麼要創造進來